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他谁对谁错终究说不清楚 因为没人能扛着摄像机拿着话筒去那调查清楚 与此类似的是 1996年出生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 在本月19日下午走完了他仅仅21岁的人生 那天距离他被朝鲜释放才一周时间 一周前他被父母抬下飞机的时候 鼻孔里插着呼吸机全身瘫痪 已经是一个植物人了 瓦姆比尔的不幸是从他去朝鲜 这个一雄二白的国家旅游开始的 因为也没什么纪念品可以带 所以他就把宾馆墙上的政治宣传画 接下来当做特产带回去了 结果在机场被搜了出来 朝鲜以阴谋颠覆国家罪判处了他15年监禁 刑期才过去了一年半他就去世了 少年的悲剧令人同情 而朝鲜外务省却对全世界说 任何说这位90后的去世跟朝鲜有关的话 都是反对他们的黑色宣传 瓦姆比尔是因为肉毒肝菌中毒和服用安眠药 才变成那样的 他生病之后朝鲜出于人道主义立场 对他提供了精心的治疗 直到他返回美国为止 作为外交言论 朝鲜外务省的这段话说的很是精彩 或许下班之后 这个官员还有奖金可以拿 那么外务省所说的肉毒肝菌是什么呢 肉毒肝菌是一种生长在缺氧环境下的细菌 在罐头食品以及密封烟漬食物中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 是毒性最强的细菌之一 那关注皮肤美容的同学可能听说过 肉毒肝菌素它可以麻痹肌肉达到除皱的效果 不过在美国人自己对瓦姆比尔的体检报告中 并没有发现任何肉毒肝菌中毒的证据 他们认为瓦姆比尔存在严重的脑损伤 原因可能是心肺骤停导致脑部血液供应中断 然而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或许又会像叙利亚的毒气事件一样 永远没有定论 大家只能在心朝不宣和愤愤不平的心态之下 等着此事慢慢变成往事 还记得四个月之前 有一宗把朝鲜毒素谋杀 联系在一起的国际性事件引爆了网络 那件事的男主角 是小金同学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某男 就这样时不时的搞点不光彩的事情 制造点新闻 刷上存在感的朝鲜 似乎永远与和平稳定自由繁荣的世界搭不上边 在西方握有主要国际话语权的背景之下 这个东北亚国家在大多数人眼里 就是一个流氓专制的现实版1984 在他们自己国内任意拘留 处罚和处决政治犯 甚至还到其他国家玩绑架和强迫失踪 更不要说侵犯思想 言论和宗教自由了 鸭禄江是横在中朝之间的边界和 一江之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尽管体制都是全世界非常稀缺的社会主义 但是咱们这边的情况咱就不细说了 而江对面的情况是随处可见的残缺破旧的土房子 尘土飞扬的牛车道 形形色色的宣传标语 在路上建筑上和高音喇叭上 每隔200米左右就有一个烽火台一样的小房子 里面躲着一位表情神秘的军人 所有瞧望和对岸能看到的东西 都成了这个神秘国家留给外界的独特风景 这种风景几十年前是这样的 几十年之后依然是这样 这种一成不变是有原因的 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同的是 朝鲜给自己定下的路子是先军政治 也就是说军人的地位排在工人 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三大阶层之前 军队工作和军事建设是被放在各种国家活动的最中心的 人民军不仅是国家的保卫者 也是经济建设和实现国家全面发展的主力军 那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国家机关的重要性上看出来 朝鲜国防委员会的地位要高于最高人民会议 常设委员会和中央人民会议 那什么意思呢 就好比国防部的地位大于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那再具体解释一下 就是军队是大于议会和政府的 这种局面自打金同学他爷爷1930年 创立先军思想时出现 至今都快90年了 经过不断的进化和变异 这种思想如同金家王朝一般 坚固和无处不在 其实体制这东西虽然有好坏之分 但并不是好的一定要取代的 主要是还得看适合自己 得让大家日子过得好 人家沙特还是原始落后的君主制呢 不也是好好的吗 那咱们再看看朝鲜 因为太爱折腾 导致多年来一直遭受国际封锁 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在中国 俄罗斯 日本和韩国 这四个邻居中 过得是最不体面的 要是哪一年缺少了外界的援助 可能朝鲜就有人要饿死 虽然金同学在经济发展方面 似乎比他父亲抓得紧 但他一轮又一轮 完全停不下来的和事宴 让想帮他的人 也没办法靠近他 这年头 闭关锁国靠自己折腾 能有多大动静呢 当然或许金同学也不想 劳民伤财的玩核武器 也想过个正常统治者的日子 但是对于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 同时民族主义又十分强烈 领导阶层又已经完全固化的国家 孤注一掷 也许就是唯一的选择 那既然无法让老百姓日子过得好 又想让大家服从他的领导 那么金同学该怎么做呢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时刻保持国家 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用强权政治 外加个人崇拜 再适当来点白色恐怖 来统治国家 既然用了这种特殊的方式统治国家 那么朝鲜的人权状况 注定是好不了的 2013年3月21号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 成立了朝鲜人权调查委员会 该委员会通过一年的调查 在2014年2月7号 对外公布了调查报告 报告里说 朝鲜领导层可能是犯有 危害人类罪的 据朝鲜前政治犯金万一先生的描述 朝鲜审犯人的时候 使用酷刑 早就是家常便饭 特别是对待政治犯 挨饿和言行拷打 会毫不客气的用在嫌疑人身上 最终迫使他们招供和牵连更多人 朝鲜至今还在玩连作这种残酷的游戏 如果有一个人犯了政治罪 那么全家三代人可能都会被关进监狱 朝鲜在这方面很讲究工作效率 政治犯被带往监狱服刑之前 通常是没有审判 更没有司法命令 那是做太浪费时间 那咱们刚才前面提到的 朝鲜人权委员会里的报告里估计 在过去的五年里 有成千上万的政治犯遭受了 饥饿 酷刑 强奸 堕胎 高强度劳动和剥夺生育权等 残酷的处罚 因为完全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所以即便他们消失 在这集中营里 外边也完全没有人知道 或许政治犯和脱北者 为了自己的现实利益会夸大事实 但是这种夸张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有事实基础或者亲身经历的 西方国家敢于高喊人权 我国敢于敞开对外的大门 都说明了对自己的自信 因为事实就摆在那 而朝鲜对内全面管制 对外遮遮掩掩 即使外务省粉饰的再好 也很少有人相信他们 瓦姆比尔究竟遭遇了什么 或许只能靠猜测 像记者和作家 这两类人是朝鲜政府格外提防的 想去朝鲜采访和调查 那是基本不可能的事 即便有个记者运气好 拿到了签证 也只能在官方规定的路线上参观参观 并且身边有人全程跟着您 不厌其烦的对您的工作进行指导 想采访的问题恐怕永远都找不着答案 如果看过一些旅行社印发的 副朝鲜观光须知 那您一定会觉得 三观被刷到了新的高度 这些注意事项 简直会让人怀疑是去参观旅游的 比如您去朝鲜旅游 他们不让带带有GPS功能的专业的相机 朝鲜货币也不能模仿朝鲜领导人的姿势拍照 也不能对着朝鲜领导人指指连点 那饭店卫生间没有设计地漏 所以洗漱的时候 不能把水溅到地面上等等 这些须知最好能严格遵守 否则万一被他们刁难会很麻烦的 在真实的朝鲜一书的《非夜》上 有这么一句话 一个神秘的国家 在朝鲜 我听见中国人说 朝鲜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昨天 好在咱们距离那个昨天早就越来越远了 那就让昨天永远地成为昨天吧 不过金同学的父亲生前 对于咱们这套丢下他 一直往前跑的社会制度很不满意 可能他们那套先军政治实在是不行啊 贫穷自闭 没能力 没朋友 空有自尊 朝鲜基本上集齐了所有的劣势 如果继续这样玩下去 恐怕人权只是贪家的一个小伤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发表评论和意见 另外 我们的另一档节目 局势军的政治课已经上线 您可以关注公众号 局势很有趣 获取最新资讯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